是综艺节目西咖的李永平 他在转行成为婚礼计划兼主持人之后 他以幽默风趣的方式 让婚礼就好像开party一样 不仅令人印象深刻 自己的年收入也三极跳 现在已经突破百万 爱情棒棒糖 这特别甜甜蜜蜜啦 对不对 有时候亲对方的时候 感觉很像亲棒棒糖对不对 对 赶快亲一下给我们看一下 亲一下 亲一下 婚礼影片中 主持人李永平感性幽默兼备 带领新人跟宾客玩起游戏 超像户外party 我刚好有带 我送给新郎去 送给新娘好了 这颗球呢 就代表新郎官的心意 送给新娘好了 这是一生难得一次的表现舞台 以新郎官来讲是一个公关的机会 几乎它是一个回忆 充满回忆 跟未来展望的一场party 年纪不过31岁 但谈起人大事 李永平却有超领的成熟 曾经是综艺节目外景主持人 也当过巧虎家族的太阳哥哥 但因为始终挤不上第一线 让他干脆转行 成为婚礼企划兼主持人 婚礼很特别 并不是会受到景气影响的 即使是贫穷夫妻 他也希望会有些制造一些幸福感 看准婚礼市场 一个case透明价一万块 李永平庸创意 加上综艺节目的背景 为自己在不景气中 拼出百万年薪 民事新闻众报导 好 再来看到